今天给大家带来,由一次元重工最新发售的,行客系列铠甲勇士帝皇侠,实物简单分享展示,那么老规矩还是有请咱们1G元祖出场,估计这次的帝皇侠应该是该系列凯迷最期待的角色之一了吧,五分满分的话,大佬们觉得值几分呢? 做工与漆面方面,依然保留着该系列的一贯水准,头盔敷衍部分清漆可见,可动方面360度没太大问题,低头与抬头还算有不错效果,肩甲的造型相当还原,并且带有一点可动,可惜对手臂的平台会有很大的干涉,大风车就没太大问题,手臂带正常平转,手肘弯曲超90,两边手臂外甲可以拆除, 可替换成终极帝皇铠甲手甲,手掌就是正常的软胶替换手了,腰部左右侧摆效果不错,360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,胸甲带有磁吸功能,只要终极帝皇铠甲胸盾靠近,便能自动磁吸组装起来,这设计还蛮用心的,腰带的各种细节都还原到位,中间的部分还能转动 腿部可动方面,除了侧踢会偏弱一点外,其余的都算良好,屈膝因造型原因也只能到这个幅度了,脚尖少有的可向下翻,其他的接地都算正常 武器配件方面,一个极光盾,一把极光剑,上面的细节涂装十分到位,配上握持手型便可组装上去,另外除了极光盾以外,还附带一个帝皇战戟替换剑,可以与极光剑组合,成为帝皇战戟 帅是真的帅 然后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卡片各一张 那么我今天的新品简单分享展示,就到此结束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的收看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